字幕志愿者 杨茜 今天和我一起探讨金融市场的是李国斌老师 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李国斌老师 今天我们将为大家进入第二奖利率与洋行的货币政策 今天第二奖第二章利率与洋行的货币政策 洋行的货币政策在利率形成过程中发挥关键的作用 对整体经济产生深远的影响 本章学习目标是让同学了解 政府透过货币政策与利率的调整 而稳定国内金融市场的运作 接下来我们请李国斌老师为各位讲解本课程内容 李老师 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第二奖主要学习内容有利率的基本概念 名目利率与实质利率 利率的决定 还有中央印行的货币政策概述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利率的基本概念 利率是金融体系的基本组成部分 在塑造经济状况和决策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利率的概念基于货币的时间价值 让我们了解时间对现金流量的重要性 凯因斯学派和新凯因斯学派理论 特别是流动性偏好理论 有助于进一步理解决定利率的因素 利率因为受到多种因素影响 中央银行透过货币政策工具 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包括设定基准利率和管理货币供应 利率供需动态 通膨预期 风险溢价和流动性考虑因素 也有助于利率的决定 利率供需动态 会影响信贷供给和需求的因素 可以反映利率与信贷可用性之间的关系 通货膨胀的预期 对利率变化决定 也有影响的作用 因此利率与通货膨胀之间 有紧密不可分的联系 投资人对于资产的信用风险评估 也会对利率有所影响 当资产评估的信用风险较高时 会要求较高的利率 反之 当资产评估的信用风险较低时 对于利率的要求也就不会太高 另外 资产的流动性高低 也是投资人考虑因素之一 因此也对利率有影响性 金融市场上存在不同类型的利率 明目利率代表借入资金的利率 而实质利率则考虑通货膨胀的影响 短期利率和长期利率则是因为到期期限的不同 而固定利率和机动利率对市场供需状况的反应也不同 在金融市场中的利率 对各种经济因素也有重大影响 它们影响个人及企业的投资决策 资产配置和业务扩张计划 此外 利率也影响消费者行为 影响借贷和储蓄模式 国际间的汇率和国际贸易 也受到利率利差的影响 所以利率也影响着资产价格和金融市场 利率会与政府实施的财政政策相互作用 因此政府借款和债务发行会影响利率 另外国际利率政策协调 也对维持全球经济稳定发挥的作用 在过去的实证研究 也为利率对各个部门和经济变量的影响 提供了宝贵的意见 分析历史数据 特定部门的案例研究 以及跨国比较提供了利率影响 和政策影响的实际例子 当政府应对经济衰退 和低通膨的情况之下 可能会采取零利率或负利率等 非常规货币政策措施 虽然零利率或负利率政策的目的 是为了刺激借贷和投资 但是他们对金融机构 存款户 借款人 及更广泛的经济影响 也带来了重大挑战和潜在风险 零利率或负利率影响银行贷款的利息收入 所面临获利能力的挑战 银行需评估分析进息差的压缩 以及其对贷款活动的影响 接着我们再来继续说明 什么是明目利率与实质利率 明目利率代表货币在给定时间内 增长或负利的比率 而实质利率则反映考虑通货膨胀后 货币的购买力 这些利率之间的关系对各种经济因素 有着重大的影响性 明目利率和实质利率 对货币政策 投资决策 和总体经济稳定性 有很大的影响作用 明目利率是指贷款 债券或储蓄账户等 金融工具上规定的利率 不考虑通货膨胀 或其他的影响因素 这是原始或未经调整的利率 不考虑货币购买力 随时间的变化 明目利率代表投资或债务 在特定时期内增长的百分比 通常以年为单位代表 简单来说 明目利率是在不考虑通货膨胀 或其他经济因素 导致的货币价值变化的情况下介入 或带出货币的利率 这是考虑任何其他因素之前的基本费率 换句话说 如果你有一个明目利率 为每年百分之五的储蓄账户 无论通货膨胀或任何其他经济状况如何 你的储蓄每年都会增加初始金额的百分之五 然而 虽然明目利率是金融工具上 规定的利率的直接表示 但它可能无法全面反映投资的真实回报 或实际借贷成本 这是因为明目利率 没有考虑通货膨胀对货币购买力的影响 为了更准确的反映真实投资回报 或实际借贷成本 有必要利用实体经济的实质利率概念 来考虑通货膨胀 实质利率是根据通货膨胀调整后的明目利率 反映了购买力随时间的实际增加或减少 总之 明目利率是金融工具的规定利率或原始利率 未经通货膨胀或其他因素的任何调整 虽然它提供了对利率的基本了解 但它可能无法准确衡量投资的实际回报 或实际借贷成本 为了评估利率对投资和贷款的真实影响 在计算贷款利率时 必须考虑考虑通货膨胀的实质利率 另外实质利率也称为通货膨胀调整利率 是指考虑通货膨胀或货币购买力 随时间变化的影响而调整的利率 明目利率代表金融工具上规定的原始 或未经调整的利率 与明目利率不同 实质利率可以更准确地衡量真实投资回报 和实际借贷成本 实质利率是经由明目利率减去通货膨胀率来计算的 实质利率计算公式如下 实质利率等于明目利率减掉通货膨胀率 透过考虑通货膨胀率 实质利率反映了投资和贷款期间货币购买力的实际增加或减少 它们代表了考虑通货膨胀影响后 投资的真实成长或借贷的真实成本 例如如果有一个储蓄账户 明目利率为每年3% 通货膨胀率为每年2% 那么则实质利率为3% 去扣除掉2%就等于1% 这表示在根据通货膨胀进行调整后 储蓄的实际报酬率为每年的1% 同样对于借款人来说 如果贷款明目利率为每年7% 通货膨胀率为每年3% 则实质利率就为7% 扣除3%就等于4% 这意味着在考虑通货膨胀后 借款人实际上每年支付4%的实质利率 所以实质利率的概念 对于做出明智的财务决策至关重要 因为它可以更准确地评估实际投资收益 或损失以及实际借贷成本 它使投资者借款人和政策制定者 能够更好地了解利率 对经济交易和财务规划的真正影响 接着我们再来继续说明 政府对于利率政策决定所影响的层面 包含对政府企业以及个人的影响 利率它显著影响企业投资决策 低利率往往会鼓励借贷和投资 刺激经济活动 并提振商业信心 相比之下利率上升 可能导致借贷和投资减少 影响整体经济成长和整体经济 利率对商业投资的影响巨大 短期和长期利率都会影响借贷成本 和预期投资报酬率 进而影响企业投资新项目 扩大业务或进行资本支出的意愿 当利率较低时 企业投资的借贷成本变得更容易承受 较低的利率降低了贷款利息支出 使企业透过借款为其投资项目和扩张计划 提供具有吸引力资金规划 且随着企业利用更便宜的信用贷款 这可能会导致投资活动增加 另外利率会直接影响企业的融资决策 当利率较低时 公司可能倾向于寻求外部融资 另一方面 当利率较高时 企业可能会优先考虑内部融资来源 或由于借贷成本较高 而延迟某些投资计划 利率会影响企业的资本支出决策 较低的利率会吸引企业规划长期投资项目 例如基础设施改善 机械升级和新技术 因为这些投资的融资成本较低 相反较高的利率 可能会阻碍企业进行大量资本支出 从而导致经济活动放缓 进而导致消费者支出放缓 而利率也会影响投资项目的预期报酬率 当利率较低时 借贷成本就会降低 从而带来更高的投资项目回报 另一方面 当利率较高时 借贷成本增加 可能会降低预期投资回报 企业可能会对开展高风险 或长期项目变得更加谨慎 因此利率变化会影响整体商业信心和情绪 例如央行的一系列降息 可以表明宽松的货币政策 并刺激商业信心 从而导致投资活动增加 相反一系列加息可能会给企业带来不确定性和谨慎态度 导致金融部门的投资机会减少 利率对投资者行为有着深远的影响 因为他们直接影响借贷成本 和投资者为贷款支付的储蓄报酬率 利率变化影响投资者决策的各个方面 从借贷和支出到储蓄和投资 当利率较低时借贷成本就会降低 从而使投资者更有能力贷款购买房屋 汽车或其他高价物品等大宗商品 较低的利率可以刺激投资者支出 因为个人更倾向于借贷和信用消费 相反更高的利率会增加借贷成本 导致每月还款额更高 这可能会阻止投资者承担新债务 降低投资者向银行融资贷款的意愿 尤其低利率通常会导致房地产市场的需求增加 因为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发现 购买房屋或未现有抵押贷款债融资具有吸引力 这可能会推高房价并扩大房地产市场的供给量 促进更多新建安的活动 相对随着抵押贷款利率上升 较高的利率会降低住房负担能力 使许多潜在购房者更难以负担他们想要的房地产 民众消费意愿受影响时 也会影响信用卡的使用率 因为一般银行信用卡皆采取机动利率 而习惯使用持有信用卡消费后 直缴部分账款的投资者可能会因利率波动 而遇到每月利息费用的变化 较高的利率可能会导致信用卡利息成本较高 从而可能导致信用卡支出减少 假如利率较高时 可以为投资者的储蓄账户带来更好的报酬率 鼓励他们存更多的钱 但是利率较低时 则可能会导致储蓄报酬率下降 从而可能会阻碍一些人进行长期储蓄 因此不论利率高低 都会影响民众的投资决策 例如对于投资固定收益证券的投资者来说 较高的利率 意味着较高的收益率和投资报酬率 国家之间的利率差异会影响汇率 从而影响国际市场上投资者的购买力 一国相对于另外一国较高的利率 可以吸引寻求更高报酬率的外国投资者 从而导致当地货币升值 而本国货币走强 可能会降低企业的进口成本 但可能会降低出口竞争力 影响投资决策 尤其是出口导向型行业的投资决策 这可能导致国内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下降 总之利率在塑造投资者行为方面 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另外财政政策是指政府利用支出和税收 来影响整体经济活动 实现控制通货膨胀 促进经济成长 减少失业 保持经济稳定等各种经济目标 财政政策与利率之间的关系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首先财政政策对利率的影响 分别有扩张性财政政策 当政府增加支出或者减少税收时 它会向经济体注入更多资金 从而刺激需求和经济活动 央行可能会提高利率 较高的利率可以鼓励储蓄并减少借贷 这有助于通过抑制需求来控制通货膨胀 另外紧缩性的财政政策 相反如果政府减少支出或者是提高税收 来给过热的经济降温 并减轻通货膨胀的压力 经济可能会放缓 在这种情况下 央行可能会降低利率 来刺激借贷和投资 从而促进经济活动 另外还有利率对财政政策的影响 对政府借贷成本的影响有 当央行提高利率时 会影响政府的借贷成本 这可能会导致预算紧缩 对投资和消费的影响 当利率高时 企业和个人的借贷成本就会增加 这可能会导致资本项目投资减少 以及奢购商品的消费者支出减少 以上刚刚说的这些内容 相信同学已经明白利率与财政政策的相互关系 现在我们再继续说明央行的货币政策 央行的经营目标 是在促进金融市场稳定 改善银行业务 维持国内外货币稳定 并协助整体经济发展 中央银行可采取以下几项主要货币政策工具 而影响利率 首先是公开市场操作 公开市场操作涉及在公开市场买卖政府证券 例如公宅 扩张性公开市场操作 当央行要增加货币供应量并降低利率时 就会进行扩张性公开市场操作 结果是借贷变得更便宜 经济活动受到刺激 另一个是紧缩性公开市场操作 当央行目的在减少货币供应量 提高利率与控制通货膨胀时 就会进行紧缩性公开市场操作 从而减少银行系统的准备金 由于准备金减少 银行可贷的资金减少 导致利率上升 借贷和支出减少 另一个是贴线率 贴线率是央行向商业银行收取短期贷款的利率 当央行调降贴线率时 商业银行从央行借款的成本就会降低 因此降低整个金融体系的利率 另一个是准备金制度 商业银行必须按一定比例的存款 作为准备金不得贷出 通过调整准备金率 央行可以影响银行可以贷放的金额 还有超额准备金利率 超额准备金系金融机构 实际准备金扣除法定准备金后置余额 央行对商业银行持有的超额准备金支付利息 央行透过调整超额准备金利率 可以影响银行的待放意愿 另一个是量化宽松政策 在量化宽松中央行从公开市场购买长期证券 增加了货币供应量 给长期利率带来下行压力 以上我们为各位同学说明了利率与货币政策的关系 接着我们请林教授 透过本讲的知识补给站来为同学大致说明内容 本讲次的知识补给站是有关于中央银行 要求银行提存准备金的目的 那准备金制度是中央银行依法要求金融机构 对其负债提存一定比率的准备金 以因应支付需求的制度 金融机构主要是指吸收存款 与创造货币信用功能的银行 准备金制度可以创造稳定的准备金需求 提高中央银行管理流动性的效率 并有助于降低市场短期利率的波动 银行本质上资产期限是属于长期的 而负债是属于短期的 透过准备金制度可以建立社会大众 对金融体系提供充分流动性的信心 此外一旦银行出现流动性不足时 可以存在中央银行的准备金作为担保 向中央银行申请紧急农通 以准备金制度的准备金比率 作为货币政策工具 透过准备率的调整 可改变银行体系信用待放能力 进而控管货币总计数 获其重要的金融变数 以促进金融的稳定 各类存款以及各类负债的准备金的 这个比率的法定上限 分别为支票存款百分之二十五 活期存款百分之二十五 除去存款百分之十五 定期存款百分之十五 以及其他负债百分之二十 此外中央银行为调节信用 必要时可对支票存款 活期存款或其他负债 得增加额订定额外准备金比率 不受准备比率上限的范围的限制 那国内现行准备金制度 要求的提存机构主要包括 本国一般银行 外国及大陆银行 在台分行 中小企业银行 信用合作社 农会信用部 余会信用部 以及中华邮政公司等 而负债则包括了支票存款 活期存款 除去存款 定期存款 以及各类负债 可充当准备金的资产 主要包括库存现金 以及中央银行或售托 这个缩管机构所开 这个准备金账户的存款 以上是第二讲的内容 到这边结束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